很多人在網路上說你還不是靠你老爸的遺產 我跟各位講沒有錯 在這個機會我也要特別感謝我過世的父親 今天沒有他的栽培 我今天沒有這樣的成就 今天沒有他的遺產 也不可能造就心裡 今天也有辦法成立 這個我實話實講 我這個人絕對不遺產 很多人在網路上說你還不是靠你老爸的遺產 我跟各位講沒有錯 我一點也不覺得這個有什麼不對 可是我善用他 貢獻給國家貢獻給社會 我坦然疑對 我沒有拿去自己去遊玩自己去幹嘛 我努力的把他的遺願做好 然後努力的 從以前他在世的時候就對國家對台灣非常的有熱情 也非常關懷台灣的一些發展 那當然我沒有辦法像他那麼神聖 我僅值於在我航空界的專業 我幫忙把台灣的這個 這個我們的民航啊 可以繼續讓他發揚光大 讓國人出國可以更安全 然後品質可以更好 其實你有搭過航空公司的老闆董事長 然後開飛機載你回去嗎? 沒有,是第一次 我覺得以後也不會載用 應該也不會 K-Dole跟你合載一下 K-Dole加油 我們跟鏡頭比一夜 1、2、3 今天是1月23號的下午3點 然後我們今天要坐星宇航空的首航 而我們坐的這一班 還是K-Dole、張國偉、張董 直接開回台灣的 其實今天的飛機 delay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很晚飛機才降落 所以其實大家都站得有點不耐煩 但是一下來以後 K-Dole就跟大家揮揮揮手的卡通 每個人都很開心 到那個首航登機鎮的 好 謝謝 謝謝 嗨,恭喜你們 全部的人都在錄影跟拍照 這就是應該是今天delay的原因吧 地勤在笑,絕對是真的 他在每一個人椅子的 這邊他都放了一個小咖啡小枕頭 都沒有提示的設施 也就是你們所謂的螢幕啦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這邊是機長張國偉為您報告 非常歡迎請代表星雲航空 歡迎各位來搭乘星雲航空 JX204班機 從馬卡爾到台北 我們希望您從現在開始 可以非常的 Easy的 Relax 謝謝各位大家,謝謝 謝謝 你這輩子有搭過航空公司的老闆董事長 然後開飛機 載你回去嗎? 沒有,是第一次 我覺得以後也不會再用 應該也不會 對啊 然後一直到起飛之前 我才有機會好好欣賞我剛剛拿到的 這個紀念登機牌 他附的這個耳機 跟一般的耳機不一樣 他是附的這個紀二兆式的 飛機起飛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的心情都很好 不難看出這次星雲航空的魅力之處 機上電影都還蠻新的哦 螢幕下方有USB充電孔跟耳機孔 也可以隨時透過螢幕 看到飛行資訊還有所在位置哦 星雲航空也提供了機上Wi-Fi功能 文字訊息類是免費的 其他則要付費 所以先傳訊息給我媽媽測試一下 因為恰逢冠狀病毒的傳染期 這也發了注意事項 空服員也都戴著口罩上工 真是辛苦了 馬上就要進到大家最期待的 飛機餐庫分啊 可惜我們這班配到的是鴨肉 無視大名鼎鼎的胡同燒肉 我已經多久沒有看到 今天那種包叉了 感覺不錯 真的假的 不會讓你吃起來覺得那是飛機餐 它會像讓你 有在外面吃到餐廳的每次肉的質感 那雖然這樣比喻不是很恰當 但是如果你是經常坐飛機吃的飛機餐 你就知道我大概在說什麼 方面是這種美奈米的這種容器 我們都知道一般很多那種 機上餐 它會是用 西薄的那個盒 然後它在加熱的時候 在邊邊的白飯 就很容易硬掉或乾掉 但是它的米飯 完全不會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要值得震撼的一點 我們就下次見啊 謝謝大家 幫我們也繼續努力 盡量的幫助我們做到大家的滿意 謝謝你 很快的一個多小時的航程結束了 但大家還是意猶未盡啊 超狂 到底是一家航空公司還是網紅公司 拜拜 拜拜 謝謝 要轉了嗎 這樣不行啊 要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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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怎樣 你要講話要幫你幹嘛 市場可以合照嗎 可以啦可以啦 謝謝東西了吧 感謝你 謝謝 女生的福利就是這樣 是不是 我頭髮都翹翹的耶 沒有關係啦 沒有人在意這個啦 沒有人在意這個啦 沒有人在意 謝謝 謝謝 我媽媽 謝謝 請就知道 当张国伟开回他人生第一架的空八 新宇航空 要把台湾的航空市场搞得天翻地覆的此刻 外界对于K董越来越好奇了 我们今天特别要带来深究 他心里藏在最深那一块 关于他身上的标签 二房之子 钟伯 居然他接受专访的时候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原来霸气的K董一路成长这么Lonely 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不一样的张国伟 因为一般都想到霸气啦 然后吹毛糊糍 或者是说他王子复仇 其实据想 我说真的 张国伟你要说他王子复仇 他并不觉得啊 第一个呢 他明年1月23号才要开始开行 其实他现在花了1800亿买了17架的 这个空八A350 他现在每天开门就是烧钱耶 是不是 好 那你讲到空八 大家都知道呢 他这次呢 去德国汉堡去验鸡接鸡 结果啊 刚好呢 当时商业周刊呢 就有记者采访团呢 他们在那边和他不起而遇 结果商丘当时一位竹笔 就拿出了名片 他就拿名片喔 拿给了这个张国伟 可是大家知道张国伟在德国汉堡 他不是在那边穿着西装 在那边看飞机而已啊 他可是都穿着基务人员的衣服 橘色的那种衣服 然后呢 手都很脏 在那边验鸡 一下看肌腹 一下看鸡屁股 对不对 结果这时候商丘竹笔拿了名片给他 他一时穿着基务人员的衣服 一时他发现我现在是黑手 结果呢 他手就这样把名片伸过来 但伸过来 然后之后呢 你要放哪儿啊 你这个基务人员的衣服 可能都是灰尘都油污 对 而且你记得那时候 不是他这边还破掉吗 好啦 那找不到口袋放 这样很不礼貌 结果他突然呢 他就这样左找 右找 找到一个袋子 然后呢 把这个袋子打开 这是要干嘛 他把名片放进去 不过就是一张名片 起来 然后再放进自己的口袋 他不愿意让商周这位记者的名片脏掉 为什么 他要让每个接触他的人 都觉得他自己很备受重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他要让接触他的人 都觉得很备受重视呢 对 其实 以这么样的一个集团的扛把子 是 想访问他的多的事 想掰着他的多的事 对啊 一般坦白讲一个董事长 恨是航空公司的董事长 拿到人的名片没地方放 就放这就好了啊 对不对 他没有随便放 好 我告诉你 因为他说 我喜欢交朋友 而且是因为我很隆利 哎呀 这个标题下下去 当大家看着觉得 怎么可能 那么唏嘘吗 其实是因为张国伟他从小 虽然含着金汤池出身 但是一般外界是不是都以为说 你当初张荣发还在世的时候 你小的时候 他隐瞒了你是二房独子的身份 然后一直到你上大学的时候 才让你见光 所以包括当时的大房 还有这个长龙的高层 都是在他大学的时候才知道 有这个我们讲二房的一个独子吗 不是 是 俊相 其实不是 其实从小 我们以为很后来后来才知道 我跟你讲不是 其实从小呢 他就已经被登记在张家的户口名簿里 是以领养的方式登记 好 那所以大房或者是长龙高层 根本都知道 所以他的那三位兄长 其实从小都知道 有这个弟弟 没有错 但是呢 也因为这样 所以他当时在学校念书 从小学一路念到高中的时候 有同学就去偷看了他的家长资料 就发现呢 他的这个是身份 是登记在张家的户口名簿之后 可是他们同学就觉得很奇怪 明明张荣发就从来没有讲过说 有你这个小孩啊 你怎么会是登记在那边 所以家长资料是这样写呢 所以学校就同学怎么笑他 你就私生子啊 就这样啊 我们那年代不都是直接就讲吗 如果说父亲不祥的话 或是出生不祥 实生子 实生子这样子骂他 你要解释啊 这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霸凌了呀 他觉得没什么好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 你要知道啊 其实我们都知道K懂的 EQ很高 这高啊 他从小就高 他觉得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本来就是我父亲领养啊 他是以领养方式登记在户口名簿 我本来就是 我为什么要解释 你摆明就是找我麻烦 我怎么跟你解释也没有用 你还是会找我麻烦 干脆我不跟你解释 我不跟你搞这一套了 那自然同学就没责 所以他说只要给自己信心 不需要跟对方这样豁下去 就像那你以为他在学校受到了这样子的冷嘲热讽 那在家里就很温暖吗 没有 他在家里也不好受 你知道吗 他说他从小呢 哥哥就把他当隐形人 他说他跟哥哥问好的时候 他们没回 怎么办 他们是山啊 是天啊 我是什么卡销啊 我们来看一下 昭荣发生前他们家属的这样一个大概况 你看大房 然后大房呢 下面呢 生了一女三男 那女的已经去世了 所以就是这 我们讲三太子嘛 对不对 好那再来呢 二房呢 他就是二房独子张国伟 那他看到这些哥哥他叫 没有回应 把他当隐形人 我告诉你 这样的一些心结 妹妹嘎嘎 一直持续到现在 你知道吗 张国伟曾经说 他说我离开长荣之后 我尽量不坐长荣的航空 以免给他们造成很多的困扰 会有什么困扰 怎么没有困扰 他之前是长荣的董事长 他离开的时候 又跟哥哥你们弄得那么不愉快 他现在坐长荣 你知道吗 他们不但要交报告 而且还要写出两大原因 第一 为何张国伟要坐长荣 二 你坐长荣的时候 在机舱里头 有没有说什么话 哇塞 你这个要成立啊 怎么让我想到感觉有那种什么东厂西厂的感觉 这个要成立啊 好啦 那结果呢 有一会儿张国伟却不得不坐了 就是他去台东 那你知道张国伟他那时候去台东开飞机 那台东只有立荣啊 立荣也是长荣的 对啊 他就坐了啊 所以那长荣那时候张国伟就讲了 他说我觉得很奇怪耶 为什么你要把事情搞成这样呢 有时候想想我为什么要承受这些 我当初在长荣尽心尽力帮你们做 我有什么不对啊 我都帮你们弄好 我也没卿你啥啦 你何必这样对我呢 然后他还讲了一些 我觉得听了真的是 他说好啦 沒關係啦 我只是觉得他们就只是哥哥啦 哥哥自己一家 我们自己一家嘛 那大家分分就好了 我就维持一个地功就好了 就一样像小时候一样 他还是问好不回话 那我就还是继续当小弟 对吗 你没有动作我是兄弟 我还是动作你是兄弟啊 你人家不欣赏我们 我们就自己鼻子摸一摸 自己做自己的 欣赏自己就好 就像你说 对吗 对社会会过 对爸爸会过 对家族会过就好了 其他不重要 他说很多说得很刻骨耶 过去这个其实是他藏在最心里最深的一段 讲出这么多我们不晓得的细节 好 你刚刚讲到一句话 我就很有感觉 是 胸有地功 他说我至少做到地功嘛 对不对 那好 那这有没有父慈子孝呢 好 我觉得 Lonely 然后隐形 可是呢 他依然就算胸不有 我弟依然功 那他的父母亲呢 我告诉你 大家都知道 其实他的父亲受日式教育 张荣方当初在管理张国伟的时候 张国伟自己戏称 我简直就是被张家这个军事化的家庭给俘虏了 从小军事化的教育与管理 他的父亲是从来不会跟他们称赞 甚至说抱歉的 称赞都不说还说怎么抱歉呢 大法是他们的天 对啊 好 那变成说一个从来不会跟你说抱歉 只有儿女能够跟他说抱歉 所以张国伟就讲 他说他这一辈子 曾经得到父亲讲过一句话 这狗人哪做得不错 他说你知道吗 这已经是他父亲 能给他最大的称赞与欧露了 所以在我们所说的学校也好 家庭的兄长关系也好 还有甚至父亲是这样子对他 你没发现他今天有这样的表现 EQ之高啊 我们讲到了这个张国伟啊 他的星宇航空的第一架 对 空巴这样飞回来 事情才刚刚开始 他要大闹台湾天空一场 但你刚讲了 从今天开始到明年 可能一开门都在烧钱 他还不能接客嘛 是 好 我们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会起这一家公司 原来挺着张国伟背后 有一群铁杆兄弟 多少人是在鸡棚下 跟他一起蹲在马路边吃便当的兄弟 对 刚刚才说嘛 一千八百亿买这么多飞机 那你现在每天都在烧钱 他怎么敢这样赌呢 即使他身为长荣第三大股东 股票也还没卖掉啊 好 我告诉你 第一 他敢这样的原因是 他有一群铁杆兄弟在帮他 首先我们来看看 当初这个列国伟 这俊相应该也很熟悉吧 以前的长荣发言人嘛 就跟着他一起来星宇 而且当初张国伟 还是听了聂鬼为关键的一些话 卡董啊 董事长啊 你现在离开长荣了 可是我觉得你是不是还有一些事情 想要做呢 你还那么年轻 你才四十多岁 你最擅长的就是飞机 你要不要再来开一间航空公司呢 我告诉你 聂国伟讲完这些话之后呢 你知道张国伟那时候过什么日子吗 就讲 他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 他离开长荣公司长之后呢 他每天呢就跟小孩跟老婆 然后他说他开了车 在那个淡金公路那边开来 他有讲 他说其实以他后来口袋里装着的钱 他其实可以不用做事情 生活无余啦 对 聂公跟他讲说 你要不要再开一家航空公司 你果然是有跑的 跟我一样当初都有跑他们 聂公 结果聂公讲完毕之后 那如果我是他 我一定是想都不用想 继续行一野鹤 没有他想了一个礼拜 他回复好啊 来开一个礼拜就做决定 好那来开你要有人马呀 是不是 结果你看看 多少当初他在长荣 尤其他非常懂得那些 我们讲的姬鹏兄弟情 都回归了 来 聂国我就不说了 再来我来讲 翟建华 翟建华是星云航空现在的总经理 他是管理层的 所以你看他当初是从长荣航空的前计划师副总 过来的 他是管理层 可是我又特别想讲的是三个 我们用民间来讲黑手臣黑手 你知道吗 张国伟当初在长荣有多半的时间都在那姬鹏 姬鹏兄他像他第二个家 姬鹏的兄弟就像他第二个家人 我喜欢交朋友 因为我lony 在这他不lony 你看看哦 来星云的总机长是前长荣 A321机队前总机长 哇这个红四位不简单 人家可是长荣的老臣 长荣第一批交机的时候 他就在场 这样的人这到底对长荣应该怎么样 就是始终嘛 永远终成啊 我要以退休我就马上投告他了 好 我们再来看看孙德桑基务处的工程科科长 这次的A321 NIO的这个监造就是他 他还有四年就可以从长荣退休 安安稳稳拿到退休金他不要了 他不要了这四年不能等吗 我四年等退休金是可以等 但是我跟张国悔的兄弟情不能等啊 他需要我马上就过来跳槽 再来林启中介入出品质部的经理 他在长荣恒泰工作已经十多年了 可是呢他也是一声令下他就过来了 好但就像 凭了这些兄弟情 父亲生前就说 这个老爷爷做得不好 但是并不是说鸡棚是你第二个家 所有人就一定代表要为你卖命吧 我告诉你最主要就是那兄弟情 你知道我跟你讲个小故事 这些人为什么会为他太槍投靠 当初他在鸡棚的时候 只要鸡棚来 新的兄弟就跟我们做兵同样 他马上就说好来 我们这些老屁股的学长 还有由他来领导 一直吃什么 羊肉炉来饮兴 你老家的孩子 你带着这些季工的这些兄弟们 一起去吃羊肉炉 坦白说 新近来的人如果不知道 还以为他可能是什么鸡棚长 我觉得会 对 结果后来 这是老闆这是当市長 不计 报告 报告长官 那个马桶不通 马桶不通 叫人去通 不是 他自己把手套带起来 然后去这个机舱里头的厕所 把那个马桶偷一通 或者是机棚里面马桶偷一通 这是老闆做的事吗 还不止 然后就像 记不记得这次他接这个01号飞机 他亲吻飞机 我告诉你 你知道吗 他当初在长荣的时候 如果那些飞机老了 要退役了 他也一样 他连飞机都要替他举行欢送 然后再次亲吻机身 也就是这K董种种流露出的真性情 让这些兄弟们愿意为他卖命 321 谢谢 我这样怎么仔细 我刚才在站在这里就好了 对 我应该卖票 现在收500 我是今天的机长张波瑋 同事是新宇航空的董事长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美丽的秋季山大桥 虽然我们今天高度有点高 可是因为天气还不错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去哪里 可以跟你合照吗 321 再一张 321 谢谢 厉害喔 我这样爪直起 我刚才在站在这里就好了 这是你今天的工作 站到人家都到美容 那我还在站在那边 我们陪你 我们陪你 我应该卖票 我应该卖票 我们两个抽过去 好 飞机上见 拜拜 加油 飞机上还要再来 要啊 要跟啊 跟你到LA去 那你何必叫我在这边拍呢 哈哈 每一个环节都要拍 走走走走 我从来没看过他的脚步 这么灵敏结果 你虽然堵到了K董 可是你也来不及登记门前的活动了 真的 121在最后面 你看 为了为了在门口堵K董 果然错过他上飞机了 你觉得哪个比较好 你喜欢哪个 我刚刚有跟他合照 哦 因为刚才他走过去 根本不能挺高 对 对 他真的还不及了 嗯 那贵宾是好吗 贵宾是吗 嗯 就是少了一个特别感 因为大家都可以进去啊 因为很多信用卡都有合作 对对对 期待以后有自己吧 没错没错 我这眼睛很可爱 是蛮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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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宾是蛮行吗 是蛮行吗 对对 ふ 太多了 很可爱 3 Thank you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3 2 1 來一張 OK 3 2 1 7 3 1 換我們的 換我們的 出發 禮物謝謝 謝謝 1GB耶 7日 這麼可愛 出什麼的 WOW 送網路 對 沒關係我們現在就直接上B7了 要不然你 謝謝 新的感覺 欸你看那 完全就是 就是那個Galley 然後他把它遮起來 是 Thank you 座位上有哪些東西 超多耶 除了標準的枕頭 畢竟是新飛機 對 所以我第一次用到的概念 灰色的毛 好摸嗎 蠻軟的 OK 對 好 但是我覺得這顏色也蠻漂亮 你看他還有一個他們自己的咖啡邊 所以蠻有特色的 好下一位 拖鞋 有送拖鞋 對 大家排隊 為什麼就是經濟場也有長那麼好 還有過夜包 這是什麼 我覺得是過夜包吧 真的嗎 你打開來看一下 很可愛耶 我很可愛 好打開來吧 真的耶 你就是過夜包 有眼罩 襪子 還有襪子 對 耳塞 哇 也有牙刷牙膏耶 Bad material is made from recycled PET fabric 所以這個是回收寶車型材質做的包包 你下飛機之後還是可以用來裝東西 讚讚 我覺得可以一直用耶 而且配色很好看 對 這個扣子嗎 這有扣子 有 扣起來 OK 小巧可愛 我是今天的機長張國偉 同時是新衣航空的董事長 今天歡迎各位來搭乘 在四面一路的門機 從台北 手機界的路 飛到洛杉磯 機的上航門機 一路的電機都還算不錯 可是 當我們經過日本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些 不一起的亂流會成生 從現在開始大家可以放鬆心情 享受跟我們飛行的 沒有實話 謝謝大家 嗨所有人 這是K musing Chow 我介紹附近視頻 謝謝 謝謝 這瓶水太可愛了吧 Aquatank 是泰山純水 小巧可愛 欸 這個adaï 之前飛機上都沒有欸 嗯 不知道是不是首行的禮物 之前我們330的時候架構都很像 對 然後這個就是 可以放飲料 可以放iPad 然後飲料可以放這裡面 然後這個是桌板 這個很雜質 我很喜歡它的口子 Recaro 這個60W的PD 然後這是插座 這個應該跟這個介面非常相似 我最喜歡的當然就是這個藍牙 連接方法很簡單 AirPods也可以直接練 我的行程 餐點 一樣是這句名言 飛行是抵抗重力的過程 噗嚨醬燒 或者是 第一餐 還是第二餐 所以有 烘蛋、培根、雞肉腸 喔!巨頭粥 這應該是不會點的 厲害喔 標準的戰藍宇宙2.0 這樣 這樣 沒有那個 銀河碧羅村 一直在經濟場 尷尬了 OK Thank you 跟大家講一下你的身高 180 看氣溫 我覺得180公分這個位置 它的設計上就是已經有凹進去了 我最喜歡的其實就是這個 我覺得這個就不用 對,就不用帶頭枕了 就可以被包在裡面 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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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麵 鸡蛋麵 今天還有征戰 謝謝 小姐,你洗泡衣服,稍後會幫你整理 好,謝謝喔 它是有那個青醬嗎 果樂 我覺得像這個都總是太一樣 太一樣 對,但是這樣子比較像玉米 發現下面還有豆芽菜的驚喜 白飯,豆芽菜,上面才鋪肉 這份肉生不得吃 真的,真的很好吃 肉汁都很香 這兩個要口一條,我還是可以口 一口燒肉 看起來是更好吃的感覺 看起來是更好吃的感覺 真的沉 然後有這個寶石 寶石 然後有這個寶石 寶石燈 提送超香的,就是那個心育香 然後有一點 海洋跟空之的那種味道 很舒服的味道 還是有心育的 或者是神育的 還有那個噴霧 也是整個香香的 非常舒服 我覺得我準備很快回去了 看起來太厲害了吧 真的假的 要超多的耶 好可愛喔 烘丹非常可愛 太太我們現在需要一個畫面 就是你吃到之後非常滿意的表情 超猴子 但我要吃一個烘丹 好,你吃啊 看起來很厲害 那你自己消息 馬鈴薯烘丹 不會很乾 很香 外面是比較 焦焦的 但裡面就是馬鈴薯香 跟烘丹,稍微硬一點 它還蠻好吃的 我們會坐在右邊窗戶的貴賓 往外看 即將會看到我們的舊金山大橋 那就在那個 我們旁邊有雲 跟沒有雲的中間線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美麗的舊金山大橋 雖然我們今天高度有點高 可是因為天氣還不錯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從右邊的窗戶 現在的天氣是晴天 溫度是17 今天的航程 希望大家也感到滿意 我們預定下降到 洛杉磯國際機場的時間 大概是洛杉磯當地時間的 早上4點56分 4點56分 希望下次有機會還可以 這個跟大家 JX5 地勤人士雷姬 電話模式 就是 要去廁所 好棒 怎麼樣 你說什麼太賭了 太賭了 現在要上飛機囉 免稅商品 Tory Birch是關著的 沈老虹是開著的 太太沒有要逛民 所以 我要去飛機門口等飛機 所以你的策略是最後一個上飛機嗎 對 我先去觀察一下情緒 那你要記得上飛機喔 我會 不要忘記囉 那我們就東京見囉 終於在加速系列 加價寶留座了 OK 我們是35 突破 很穿 但坐下來是不是很開心 而且我一進來覺得裡面超香的 有一個很新很新的味道 是齁 對很棒 要拍片就沒有辦法像珊瑚常染那麼悠閒 有拍照 好緊張 再來在補桌K董 歡迎您搭乘請往後 JX80 機警察到飛航模式 就是等於要去廁所 好可愛 他好認真 他是檢查 這條合體是去 然後去上廁所 背盤模式 就是等於要去廁所 好可愛 他好認真 他是檢查 這條合體是去 然後去上廁所 剛剛錄影錄太多現在剩不到20%的電喔 對 沒關係不錯 這有60瓦 喔 真的耶 Niccaro 專門做賽車椅 對 很少用飛機上的耳機 但是新旅的要開箱一下 戴一下看會不會不舒服 好 總算拿到登機券啦 看會不會不舒服 謝謝 你好 你好 謝謝 謝謝大臣 各位女士各位學生這邊的機場站位報告 本來請代表 新旅遊公司 我們非常歡迎大臣 新旅遊公司 新旅遊公司 好 好 謝謝 總算拿到登機券啦 等一下就來看看貴賓室長什麼樣子吧 好 接下來看自助餐吧 這邊有什麼東西吧 聽說很威能 點心 現在拿到新旅航空貴賓室內的 點菜的菜單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有 富航豆漿套餐 然後Benedict的套餐也有 然後當然也有州類的套餐 如果是比較晚來的話 還有三杯村莊素排骨 然後日式拉麵 以及法式間龍力魚 看起來蠻豐富的 先來點個富航豆漿套餐看看吧 外面就是 今天要搭乘的 新旅航空的班機 然後是Airbus A32NEO的機型 今天這個航班 比較特別是由K董直飛 K董直飛 K董現在在廣播囉 今天時間會在1小時36分鐘 待會員會很好 但在美國的安全 我們仍然推薦你 加上美國的航班 馬卡路的溫度 現在是23度 待會員會很快 FuzzyFuzzy Fuzzy 我們請大家 可以享受 和我們一起 再次歡迎 各位女士 各位學生 這邊是機場站位 報告 本來請代表 新宇和國師 我們非常歡迎 搭乘 新宇航空JX203班機 從台北出發到澳門 今天的飛行 時間大概是1小時36分 年度的天氣 算是還算良好 可是為了你的安全 我們希望還是建議你 隨時把你的安全帶扣上 現在澳門的天氣 大概是有一點霧霾 溫度大概是 攝氏度的23度 在我們抵達澳門之前 進一步的連結 我們再跟你做報告 今天非常高興 能夠為大家服務 最後再次歡迎大家 當成幸運而同 接下來請放輕鬆 然後享受我們 所有人的主演 對你們提供的服務 謝謝 非常感謝各位大家的今天來給我們支持 我們一定會再加強 希望大家能繼續支持我們 因為今天的飛機 防塵非常的短 所以呢 大概 總共在服務上面來講 也是之前非常緊迫 可能沒有辦法幫我 做的競賽健美 在這邊跟大家支持一下 我個人非常感謝各位 也希望大家繼續給我加油 我們不久的將來可以再見面 而且可以再問你 謝謝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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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大臣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到了環亞貴賓室啦 那這個貴賓室 也就是新宇航空商務艙乘客 跟高階卡科會員使用的貴賓室 如果你手上有Priority Pass 也就是新貴通會員卡的話 也可以使用這個貴賓室喔 所以這樣人應該是會蠻多的 不過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你好 新宇航空在澳門沒有自己的貴賓室 就只能用澳門機場這邊的貴賓室喔 來這個就是我的座位3K 哇居然有果汁欸 幼稚有的 我們今天國際精神的話 我們會先到您有雞湯 然後再來呢 這邊我們有兩種植菜 看你是想要吃 反間的食班日餘 還是您比較想要吃蝦結醬的肉卷 那你幫我看一下 你想要喝什麼飲料好嗎 這邊也有 那你可以看一下 你想要喝 像是茶咖啡啊 或是酒 那也有 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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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小年夜 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不過就在今天小年夜國際行 都籌備兩年多航公司在今天正式開航 上午7點25分 第一班飛往澳門的航班已經正式順利開航 而今天三個航點同時激發 除了澳門之外 還有馬來西亞的檳城以及越南的縣港 現在第二班要飛往澳門的航班 正在進行 你看到相當多的乘客 其實目前距離航班幾分的時間 大概還有三個小時 不過相當多的乘客已經來到現場報道 因為這個航班是由董事長張國維 親自立軍 是有相當多的K董彼 他們特別來搶搭這個航班 我們看到這一位講同學好了 還是這一位基尼 你竟然開了很多的KC 你本身是澳門人 對沒錯 所以今天就是特別要來搭黑董開的名字 對沒錯 聽說你是他的本職 對沒錯 超級本職 超級本職 好那今天的三班同時激發之後 其實在今天要開航之前 董事長張國維還在聯署上寫了一些話 他寫說剛好為他在聽商的父親 表示說他的航空公司在今天城市開航了 也希望能夠得到他的祝福 他也最後也說 他相信不會讓老爸落魁的 不要說看個兩三個小時以後 就覺得很厭板 或是眼睛很不舒服 我們就可以把長得比較沒那麼好看的空服員 變得很漂亮 這個是我們最大的宗旨 音樂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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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you to be fre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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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shak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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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ke yeah yeah Shak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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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ke yeah yeah